想知道現在你好不好 那些你給我的回憶 快樂也不少少了 說到感情這個話題的話 你有沒有慢慢發現 當你出來後期這樣子 因為長跑久了 會不會覺得在很多人問你這個問題 問到你都有點煩了 會不會 會啊 而且會叛逆耶 現在就是會 你太叛逆了 我那天聽到那個記者會上 你說誰說我一定要嫁給他 我嚇到了 你完全不擔心他會怎麼想嗎 不是 因為你知道 如果每一天我都會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時候結婚 然後你如果真的結婚了 大部分就是會面對 什麼時候生孩子 然後什麼時候生孩子 生了孩子之後 你就要面對什麼時候離婚 哪有啊 誰規定的啊 真的 媒體生態有時候是這樣的 那我知道說 其實關心我的人 他們沒有逼迫我 非得要結婚不可啊 他們只是關心 但是是有距離的適度的關心 並不是在我每一張唱片的時候 都這樣子就是 追著我跑說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快點快點 就是我們到底為了 到底是為了誰要結婚 就冷靜下來想想 除非我真的準備好了 否則 我不能 promise任何人 我什麼時候要結婚 但是因為我又知道 大家就是關心 就是想要問這個 所以我那天就放了狠話 就說 有沒有一定要嫁 就是我偏不嫁怎麼樣 所以要嫁也不一定嫁他 就有點這樣刷痕 好啦我知道我那天有點刷痕 兩個人之間還是 想問你還想不相信 當初的玩笑 你知道感情喔 像你們這樣長跑這麼久之後 已經是家人的成分 會多過於情人的成分 會不會 會 會 絕對是 絕對是一種 我覺得我們在生活上的目標 是一致的 大方向也是 然後我們有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想要努力的事情 有共同的夢想想要完成 可是我覺得 我們 也不是完美的人 我們還是會有 吵架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有 就是盲點 愛的盲點 這種細微的東西 可是 那也 那樣子也成就 就是我們可以 像現在我們在一起久了 就是會很冷靜的 很理性的 在看待就是外面的人 怎麼看我們的感情這件事情 我們自己就不要太慌了手腳 或者是為了誰做什麼 說什麼 對 其實這樣的態度才是對的 走過了一條街的熟悉 才想起你的陪伴 未來不管你做什麼 就比如說一定專輯還是你最喜歡的 一定會做 那也有可能會再有不同節目的主持 都能夠希望看見分別不同的學習跟成長 是 我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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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個為目標 努力下去 但是 未來的事也好難講 也許 並不一定還可以繼續在 歌唱的舞台上 我亂說 也許 說不定 明年初決定嫁人了 也說不定 在你的身上 我們不要給他一點所謂的限制 或限定 我覺得這樣太無趣了 對不對 好 我努力 我努力 不要勉強 不給我們 那是 不給他 這集中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